什麼叫控制錯覺理論 比如說我們會覺得骰子骰 越大力氣勢越大 然後過年就是打麻將一定要穿紅色內褲 一定會發財 看球賽就不要開就一定會贏 各種我們開始有這種控制錯覺理論 那這就是會符合剛剛前面講的工具制約原理 一直到社會心理學家也發現這個控制錯覺理論 讓我們的生活中有很多這樣有趣的現象 把生活想成屍 讓心靈更舒適 歡迎收看Ariel聊心室 哈囉大家好我是Ariel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戴賽的時候 就是我們看比賽的時候 不是都會這樣 沒有開的時候就覺得應該會贏 真的會贏 就你一開的時候就輸了輸慘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覺得 是不是只要我沒有看比賽 然後我不要去開電視 這樣他就會贏了 欸等一下我們明明理智上知道 我們的行為跟比賽的結果 其實不可能有任何影響關係 所以這一集Ariel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在心裡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我們看比賽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看的時候 會訴求原因到底是什麼 這個很有趣喔 就是我們人類在生活上 最後那個結果跟我們的行為 怎麼會產生一個連結 我們就會覺得有因果關係 我們行為主義大師 他提出了一個工具制約理論 就是他做了一個鴿子的實驗 一開始是音樂把鴿子放到箱子裡面 然後前面讓鴿子有一個按鈕 只要鴿子去啄一下按鈕 然後就會咚咚咚咚 食物就會掉下來 然後鴿子就會這樣 就是嚇死爆爆了 他就開心開心 然後他就趕快吃 鴿子後來就會學會說 啊我啄一下這個按鈕 食物就會從天頭的降 雖然我們也很希望 錢會從天頭的降 但沒有 接著他就把鴿子放到神秘箱裡面 神秘箱是什麼 就是鴿子都不用做什麼 鴿子只要就是無所思思 但是呢每15秒左右 就會從天而降食物 工具之約就是 他會把他的行為跟結果做連結 所以鴿子就會開始做一些 非常有趣的事 比如說他會開始拍翅膀啊 跺腳啊 晃啊 轉圈啊 反正他剛好掉下來那一刹那 他在做什麼 他就會覺得說 就是這個就是這一趴 如果那一趴鴿子瘋狂的在正式 然後掉下來 就會覺得他就會一直這樣 所以還沒15秒 你會發現鴿子一直 很勃勃好動的在做的各種動作 那後來社會心理學家就提出一個 控制錯覺理論 什麼叫控制錯覺理論 比如說我們會覺得 骰子骰 越大力量是越大啊 然後過年就是打麻將 一定要穿紅色內褲啊 一定會發財啊 看球賽就不要開 就一定會贏啊 各種 我們開始有這種控制錯覺理論 那這就是會符合 剛剛前面講的工具制約原理 一直到 社會心理學家也發現 這個控制錯覺理論 讓我們的生活中 有很多這樣有趣的現象 曾經有聽過很多朋友分享 什麼不洗頭就是報告會比較順利 我現在不順座一定是水膩 這其實跟鴿子行為是很相似的 因為我們人生活需要控制感 如果很多事情都沒有解釋原因的話 其實我們人反而會焦慮會恐慌 甚至對我們心理上其實也是不健康的 那當然你不要迷信喔 就是當Ariol覺得那些例子 從此之後你就不洗頭了 然後就不順座就說 我今天水膩 365天都在水膩嗎 也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們可以適當的去 當我們比較慌張 或是覺得說欸這個好像這樣做 可以讓我工作 或是讓我的報告 讓我的人生 讓我的學業 稍微比較順利一點 那我覺得如果可以這樣增加 你對自己的自我相信 跟讓你當下比較有力量 那我覺得無妨 只要你注意 不要就是極端的 讓你可能生活 比如說發出怪臭味啊 什麼的 那其實當然就會更不順遂 我認為其實每一個狀況的發生 其實跟自己的 比如說個人特質習慣 養成 還有可以 內在調整的空間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可以再去做形思跟改變的 當然這些形思跟改變 對生活有什麼好處 你才會一步一步更接近 你生活想要的樣子 因為外戶歸因久了 其實你可能發現 三年五年十年 日子都沒有改變 永遠我們都會想說這樣 穿頭內褲十幾年二十年 然後什麼東西都在水膩 這樣也不是辦法 這樣你的人生 某個程度會當下比較好過 但其實會有點像止痛藥 我們可以有一些 平衡上去做歸因 跟自己能夠控制的 其實真的也是有限 去做調整 那我想生活其實會 越來越接近你想要的樣子 那當然啦 球賽還是可以在時間到時候去看好不好 這沒有觀點 所以就支持大家做喜歡做的事 然後可以有一些 比例上的調整 去做 發生事件的內部跟外部歸因 那我想生活都會更多元 更接近你想要的樣子 那今天就講到這囉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訂閱 喔 或是 按讚 按讚 或是